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我们今天来一个特别的一个专题节目 就是如果你要当命理师,你必须要知道的十件事 现在其实学命理都已经蛮容易了 不像我们过去啊 老师以前在拜师的时候 都要先怎么样呢? 先跟这个师傅登门拜访,陪好关系 今年累月的跟他交往往来 他才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他决定要不要收你徒弟 以前的师傅啊 他们有些老师,又是老师傅 你给他钱,要跟他学技术 他屌都不屌你 你都不理你 他一定要看你这个人 先看人 就是有些老师,像老师 我们去学的时候 不会只学一门技术 从港澳台啊 甚至大陆的在山里面的 广西深山里的 老师我们都去拜会过 拜访了 然后小妈去跟他拜师 那这个路程是很艰辛的 那当然他首肯之后呢 那我们才能够开始学习 当然钱还是要缴了 他钱还是要缴 但是就是我们要去拜师就很辛苦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个时代啊 资讯已经很发达了 不要说是说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各大书店呢 会有很多的老师 他愿意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 写些命理教科书 或是一些虚知 或是把一些文言写成白话 就算是我们的古书 包含了什么 滴天髓 冤海止瓶 八载明记 或者是藏经 青囊经 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找到他的原文 那有些比较有慧根的人 他就可以从这个古书里面还了解一些道理 或是从一些我们在书店卖的一些书里面知道一些入门 但是学命理是学命理 成为命理师又一回事 我们可以知道养生知识 但当医生就会在很长一段路 就不那么容易 那什么是命理师 要成为命理师 你要先了解什么是命理师 其实命理师 老师很告诉你 命理师他其实就像一个分析师 客人提供他们的素材 比如说事情 八字 或者他环境状况 我们从这个状况去综合的分析 做出一套 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科学理论 告诉你 这个事怎么解决 但是这个社会上 总是有一些人对命理是很苛求 比如说 如果一个命理师发生的车祸 他就说 很多人就问他 那你不是命理师吗 你怎么没有算到你这个结束 啊很严苛 那也有人会去说 哎 你你这个 你的太太是不是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到现在算好他的八字 然后再跟他交往 啊 这样子也是很严苛 然后更是有些人 然后在我们在网路上都听过 有些哪一个往生者八字啊 说哎 这个人怎么样 或是有些人就走进门来 想考老师就说 哎 老师你看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老师比较早遇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想跟他讲 看你个锤子啊 我哪知道你想看你怎么样啊 哎 这样子是蛮不尊重的一个老师的 哦 就像怎么好比是讲什么话呢 你如果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去诊所去医院看医生 挂了号角的挂号肥 护士请你进去 然后医生问你 哎 先生小姐 你哪里不舒服啊 那你身为过你是患者 你会跟他讲 你看看我哪里不舒服啊 你先讲看看 我看对不对 不会嘛 对不对 你也不会去去饭店 好去五星级饭店 或是去一个高级新餐厅 或是路边摊 老板说 你好 请坐 请要吃什么 跟他讲 你觉得我想吃什么 你做看来 好 看看你做出来 我喜不喜欢吃 当场被人家轰出去 所以说 彼此之间都要非常了解 互信 那所有是私自备的人才能帮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哦 跟人讲个很简单的了 如果一张命盘 他这个命是绝的 他有很多佐证 不见得是这张命盘 一定是走那个是绝的 怎么说 各位 每一年 同年 同月 同日 同时出生的人 同个时辰出生的人 他都会在同一个时间 全部死光光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有人事实地物 环境福报 功德 还影响到他的寿命的长短 只能说 他的运气在那边 可能会用劲了 我们就八字里面讲 用神用劲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哎 他这个地方 无论他做什么 阎王要你三根死 你留不了五根天 所以是说 老师算你什么时候死 你就一定会死翘翘 那同年同月 同日 真的全死翘翘了 算胞胎一起死吗 穿胞胎会不会起死 不可能吗 那命理他是做什么 科学的分析 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 不是只看你的八字 不是看你的某一个方面 综合的分析 一种病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得到 都有不同的病情过程跟结果 吃了药也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是说 当命理师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你心态要客观 像老师刚刚讲到 赖伊拉扎很多 但是如果你就是代表什么 你心态要客观 你心态不客观 觉得我学这个命 我学这个命学 就是来解决我所有人的问题 哎 我把我希望成为一个命理师 我可以解决每个人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 把他解决所有问题 这不可能 因为 你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 都必须要做什么 都需要去了解跟学习 彼此之间的对谈里面 哎 你有什么问题 我要什么帮忙 这个就是我们当命理师 心态要客观的 这个很重要 说真的 这很重要 所以第一件事 你心态要客观 第二件事情 是什么呢 你要善于倾听 啊 倾听 我们的称为命理师 就是来找你帮忙 命理师一个很特殊的职业 既然师之辈 他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来 我们要先了解 请看他的问题 请他的问题 客人来真的是需要你给他 每个人真的是需要你给他 立刻给他答案吗 不尽然 有些人是来 因为这个问题 他不能跟别人讲 他找找什么心理医生 都不对 因为找心理医生也没那么容易 找老师跟你讲的问题 有时候讲着讲着 他自己讲出来了 他问题就结了 那通过我们的互动专业 再给他提点一下 推一下 他其实就了解了 所以说 请听很重要 有些出出毛的命理师 或者是有一些个性比较值的老师 他急着帮你下答案 答案 急着给你取定论 这是对的吗 哦 这各的各的看法 但是身为一个好的老师 能够帮助人的老师 首先很重要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要注意 请听 好 请听 第三件事情 很重要 你要懂得保密 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常常会收到很多客人的求助 我们是师嘛 说别人来找我们帮忙 找生病 找医生 诉讼找律师 肚子的找厨师 但心中有问题 是运气中 人生中遇到一些问题 找命理师 什么人都有 三教九流 有些故事 听起来 骇人听闻 所有任何你听到的 无论什么事情 请注意你的职业道德 你这个私自背 你要对得起你私自背的职业道德 什么事情烂在肚子里 你不能讲出去 就是我们任何个老师 也都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保密是私自背 尤其是我们命理师 必须要懂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讲出去 这是非常注意的哦 第四件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命理师 之前你必须要什么? 通透的练习 无论你学紫薇斗术 八字 姓名学 风水 或是天文学 你都必须要不断练习 像老师以前在学我们的地理 其实是风水学的时候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窍门 也什么古书都帮不了你 你只能每一天不断的走路 不断的走路 从山 从平地走到山 从山走到平地 一直不断走 每一座山走 每一次走 你都有不同的体悟 每一次走 你都可以发现不同的状况 一样 你要不断的走 一个月 一双鞋子还不够 有时候穿到两双鞋子 你才能够不断的累积 你这个实力经验 无论风霜雪雨 你都得去走 那这个是地理 那如果是你想说八字 此为斗数 性命学 或者是任何一种奇门遁甲 靠的是什么?靠就是你要练习 在你还没有得出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 不要把古书的结论当结论 有时候我们在古书中 他会写些命令 这个人可考吗? 这个人不可考 他你的命令是真的吗? 就算是古书 他也可能写的是为了原他当时的想法 而讲出来 他不见得是真的 不见得是真的 尽性书不如无书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你必须要充分的练习啊 不断的去练习 亲朋好友啊 人生顾虑啊 我们都要练习 练出来有心得了 知道了 这什么一回事之后 你才能考虑要不要开馆设宴 提供人家咨询 这是真的很重要 这个尽性书不如无书 所有事情的技术高升 所有专家都一样 没有次数 没有技术 只有次数 这个很重要 你次数多了 你就有了技术 你有了技术 你就是专业 如果你没有做好次数 请不要开馆设宴 你可能会误导人家 误导人家 因为这个我们的一句话 当师自辈的一句话 可能就影响别人很长一段路 很长一段路 医生开错 要会不会出事情 肯定出事情的 在诉讼打错官司 你也会说大事啊 所有师自辈的 都需要 你有很足够的次数之后 我们才能提供他人技术上的服务 第五个也非常重要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通灵法术 不要去搞 千万不要去搞 这个是很大的危险 不要说我们天生的提升 什么东西都听得到啊 神明啊 眼睛闭起来 看到灿灿金光啊 耳朵打开来 哦 听片四五湖四海 没有这么厉害的事情 所有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是多重次元的 世界 我们是多重次元的世界 既然多重次元的世界 我们所听到的 哦 不一定是真的 可能有些人他跟你讲 我是官圣帝君 哪个官 哪个圣 哪个帝 哪个君啊 对不对 你听了知道吗 用讲的 没有办法 就算你眼睛观想到 哇靠这个灿灿金光 佛光万丈 哎呀 这个都是威夷漫漫啊 也有可能是假的 也有可能是假的 说不要去通灵 因为通灵的 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通灵老师 很少有善终的 很少有善终的 除非他已经有跟的我们 他有跟自己的祖师爷 哦 有祖师爷在给他护持 自己有做功课 哦 那我们才能够有一定的修行 那我们才能说哦 你这个老师处理三届事 OK 不然一般通灵老师 你去通这个灵 到底你听的是真的假的 你自己知道吗 有些对有些错 千万不要轻易涉足通灵的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好事 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啊 这个老师他可以帮你看什么千世今生啊 OK 都OK 但是问他你的祖师爷是谁 他就说他有拜什么神 但是他不他们能判没有祖师爷 要小心哦 这个老师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希望 老师要祖师爷啊 因为你感应到谁 这真的假的 你慈兄莫辩 哦 千万不要拜祖师 你不要去通灵 再来第六件事情 哦 是什么呢 有所为有所不为 命理师嘛 然后我们也是开馆设议 我们也是求一口饭吃 不说大富大贵 我们能够安加利益 也是一件事情 毕竟命理师没有特别高尚 他也是360行 其中一行 我们提供人家咨询 我们也是私自卑 但是不要为了钱 你什么都去做 有些事情啊 比如说啊 我好喜欢这个男生 可是他对我不是很好 好像没什么感觉 老师 你可以帮我做和和 没关系 有没有成效 你没关系 你可以帮我做一下和和 可不可以做 不行 不行 无论你是命理 什么算命的 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自古因缘天诛地 我们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不能去做 或者是有一些人 这个人你明明知道 他的心地很不好 心地很不好 就是不是正当的人 他出了高价 请你 哎 老师 请你 趋驾 来我这边 帮我看个风水 然后我希望我事业更上一层 那你要不要去看 要不要去看 你明明知道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还可以 但是我们要沟通了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了 哎 他这个是状况 是这样 你去帮他 高价 很吸引人 一出所就是六位数 七位数 有没有这种人 很多 你要不要去做 就他认定你有这个价值 你要不要去做 你自己要搞出清楚 一个让一个不好的人成功 他就伤害更多人 那这个罪业算谁的 有你一份 如果这个这个人不应该在一起 哦 你一个让他做的和和 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说任何法处都有时间限制 时间到就消失了 然后他们俩分开了 搞不好又有孩子 孩子的单亲 或是受虐 或者是被施暴 或是痛苦 长大 产生了这个孩子的不好 然后又去伤害别人 或是他们两个夫妻不好 来一个一个要哭 一哭闹三上吊 这些负面从谁要算谁头上 命理是你要抗 抗很大的责任 所以说 如果你心中没有有所谓 有所不为的时候 等于说你心中没有的是非 那你不要装命理师 师之辈的 我们就要知道是非对错 无论我们不确定是非对错 我们宁愿不做 不然你今天所靠过这个技术 赚来不正当的钱 或是这个帮到不该帮的人 你钱绝对守不住 命理师是跟三界 还有很深的关系的一个行业 没做好 上天下地你躲不了 躲不了真实躲不了 这真实躲不了 你可以嬉笑怒骂 但是你不能做唯心之事 唯心呢 天必会发之 好不好 来第七个是什么呢 第七个是我们的同行要相近 我听到老师 有些老师是看名字 老师是不是改过的 老师他对对对我之前改过 老师看这个名字怎么样 那我们就不会去论 非今天客人来跟我讲 老师我觉得这个名字最有不上 我想换一个 换一个 你可以帮我 哎 这个我就可以做 但是他人的判断 因为每个人派别不一样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如果客人的接来求你 好 比如说求助说 咨询 那我们看状况解决问题 至于其他老师给的建议 我们就尊重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 让客人去评断 千万不要做到是说批评任何一个老师 你不认识 认识也好 不认识也好 我们不要去批评别人 或许别人看到你没看到的 或许别人真的错 你也真的对 但是他可能这方面说他其他地方对 是不是 更有一些的是他也许这方面真的不行 你也讲对 他这方面的确技术有问题 好啦 你就批评他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很强啊 搞不好他是个毛山老师啊 那他会不会来报仇说 你在后面搞话冲康 对不对 所以说同行相近 这很重要 我们不要把这个整个业界的互相争斗 变成一个常态 其实这个业界互相争斗难免了 其实真的难免了 比较正派老师 是比较是比较不会做这些 但是人数多了 什么人都有 好像医生有好律师 好医生坏医生 好律师坏律师 好厨师坏厨师 有没有变成良心做事都很多 所以说我们先尊敬同行 你尽能一致 别人尽你一致 如果别人你尽别人一致 别人还说你坏话 那是他的问题 那是他的问题 客人他最终来客人来决定 什么人啊 什么老师能够帮助到他 客人有选择的权利 这个非常重要 来第八件事是什么 不要忘脱天意去命令客户 这也是很没重要啊 我们实践是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尤其是现在说 哎呀 你今天老师 今天藏一个命理师了 你就不能说啊 我给你讲 王爷给你讲 你应该要贡献多少 太子跟你讲 你要捐献多少 啊你这个这个新军什么某某新军跟你讲啊 你要做好这个男女共修 要靠背 有没有可能的事 神明他只会劝善 他有提供神明 如果真的是 像我们有时候办事的时候 神明会这样质疑下来 我们是只是提供他 神明也是第三者角度 说建议你这样去想 这样去做 他不会叫你 你还管 你要捐多少钱 哦 你要男女和和调 那个什么英灵 那是骗人的 说实在那是骗人的 没有这回事 任何满天神佛 大罗金仙 没有一个会叫你说去捐钱 为什么 因为钱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他会叫你做事 做什么事情 你要不要去哪里去 去做一些环保志工 你愿不愿意 这有可能会念经 你在家里念经 不花钱的事情 也不要你奉献你身体的事情 就是什么一阳双修啊 清除英灵啊 叶座讲的跟真的一样 没有神明会这么说 也没有神明会叫你这么做 会叫你做 会叫你说的 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天 你后面要付的付出来代价 又是什么 你真的有办法还得起这个代价吗 我们第九件事情啊 呼吁我们事前的 第九件事情 每天你要做好功课 什么功课 不是学历史 地理 英文 数学 不是这个 你每天做的功课 很简单 早上或者是晚上 我们自己要有勤行 勤劳的修行 做什么呢 送此一部经典 教老师刚才学的时候 没有办法是很长的时间去念 我们念心经 要勤行 经不再长 在于你勤行 勤劳的去修行 那个经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 从我们的心经早上念一遍 或者是晚上念一遍 或者是早晚更念一遍 花了点十分钟吗 花不了 或念一个普门品 从头到尾 包含了技研一起念下去 也花不了十五分钟 你每一天是花十五分钟 刷手机十五分钟 时间拨出来去念情形 臭臭有种药 我们在情形之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 生命要传达给人世间的一些道理 那每一次念 或许都有一些新的感触 或许你念了 一个月两个月没什么感觉 第三个月的某一天突然一个顿悟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客户 分享你的家人 分享你自己 让你自己跟你了解 你的世界 我们该如何让自己提升这个静芽 就像老师在之前的那个影片 有说过 那个自杀 安乐死 跟罪业 然后那边故事中就有讲到 能提升一个静芽 你不会 你小时候可能因为我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游戏集 像老师可能国小的时候 如果谁有一个任天堂 看他跟神一样 对不对 国中的时候 他有一个gameboy 哇 他就是英雄 可是你现在就有任何的 你现在到我这个年纪了 你给我一个PS4 不要说PS4 PS4 我也不觉得你很了不起啊 对不对 年轻男生 有个摩托车 觉得你很拉风 对不对 骑个豪迈 对不对 很棒 现在 你现在像老师已经 已经老师六年级的 那顺便上六年级的人 你顺便问他 你有台摩托车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矫暗拉风 他会跟你讲一笑 静芽的提升 所以人就是要靠静芽提升 靠什么功课 尤其是命理师 像这种修行的老师 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老师非常不建议是说 你每天念个三五个小时 说啊 我很努力 我很诚心 那不行了 这是不行的了 哦 凡事你都是要 你凡事都要 都要是壳子 不是是说你今天做什么事情 哦 都要一念经啊 佛说怎样 怎么把戒律放在 放在那个很痛苦之间 逼迫自己 每天那个三五个小时 这不对 情形就是要快乐 每天念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刚开始 你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 半个小时才念完一瓶 那老师念很快了 因为老师熟了 老师可以木写出来 那老师给你很快 五分钟十分钟 我念完一个日课 再行不行 行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你今天每天想刚开始 要发愿发心 每天念三四个小时 我敢一口 你能撑多久 撑不了多久 为什么 因为修行变成一种痛苦 你修行到你所有自己都没办法去做 光念经 念经是再讲一次 念经是洗涤你的心灵 操脱你的提升你的静压 不是说念经 银行账户念了一百四金 银行账户多了一百块 那是这样 那就好了 但是 而且连老师也告诉你不可能 念经 你一样账户钱不会变多 你今天念完了 精神充满了 你思绪清楚了 我们今天去做事情 有可能今天赚到一千块一万块 甚至一千万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时间的话 念经上面这就不对了 就算是我们出家人 他也没有整天在念经 世尊 释迦摩尼佛 他也没有每天都念经啊 所以是说念经不是我们的要让自己很痛苦的事情 也不要是说给大家压力的说啊你没有念经 你觉得干 念出大事 昨天念一念 今天很累 想休息一下 生病啊 你没念 明天觉得很醉 啊 不好意思啊 那个那个关世音 不好意思 今天今天没有念哪 要赶快道歉 我念经 那能够让你心情快乐 那你每天期待这个时刻 那这个休息 这个日课 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命理师 命理师 你成为命理师 你这个一定要做 不然老师还告诉你一个经验 就是什么呢 你很容易把自己带入什么客人的情境 因为你每天在听故事 每天遇到酸甜苦辣 会找狮之辈的 都不是太正面的事情 哦 比如说肚子都找肚子饿 你才会找厨师嘛 你不会吃很饱找厨师 不会啊 对不对 你今天生病你才找医师 你不会今天很快乐 活不乱再找医生去看病 不会啊 看病治病 那你今天没有事情找律师吗 对 都不会 所以说你今天听到的故事 就是当你的实力越好 找你的我们的客户跟信仲越多 你听到的故事就会越来越多 你没有透过日课来 来让自己敬价提升 你就很容易陷入这个混乱 毕竟我们要保密的义务 像我们第几条呢? 第几条? 保密的义务 那你要怎么去宣泄 透过我们的日课 很容易清理化解我们这些状况 好 来 第十件事情 我们要诚实 诚实 今天你今天做这个事情 你可以有不同的收费 你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千万不要去做到一件事情 哦 趁你冰掉你命 做人要诚实 该收的 我们可以收 但是不该收的 我们不要编出一些理由 来去收 当然 每个老师都每个说费的不同了 不能说收高了 就不对 只是说你自己成为师的时候 你要对了你所开的价格 你所做的事情 你要能够诚实的面对你的客人 跟你自己 当老师没这么容易 当老师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医生也有名医 可以用跟不赚钱的医生 律师也有快跑路的律师 也有一个王牌大律师 命理师也是一样 当你觉得生的困顿的时候 你还能够保持你的成根实吗 这个心理真的是要一把刺 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诚实之后面 当然所有共同的这十个条件以外的 要共同一件事就是什么 我们都要劝善 跟懂不思 就像我们刚才第九条讲到的 做日课就为了要劝善 懂得不思 思什么 思法 我们愿意把这个好的观点分享出去 这是很重要的 哦 好 这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 你如果你要当命理师 你必须遵守的十件事 我是陈老师 哦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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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